OK,那剛剛的話,其實主要程式就是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其實就是清掉舊資料 第二個的話就是再把資料下載下來 其實這個範例還蠻多地方可以用 以後的話,如果說你只要遇到就是 從網路上要下載CSV的檔案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用這個範例來下載資料 但是可能比較需要注意的就是編碼方式 一般其實如果是,一般都是UTU8 不過也有少數可能是,他跟你講說可能是Big 5 或者是他給你的是什麼,CP950 那你這個數字可能就要把它改成950 不然的話你下載之後會是亂碼 不過如果是亂碼,你不就是950不就是65001 這兩個參數你可以做一個修改 那改改看,如果理論上 如果假設另外一個是亂碼 那你其實你就改另外一個,不是二選一的方式 就可以很快把需要的資料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我們就可以做資料的更新 最後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按滑組右鍵 這個控制項的格式,這邊記得一定要把大小位置不隨處的改變 可以把它點一下,他就下載了 那資料的話很快就做更新 那也就是說你將來這個檔案提供給別人的時候 只要記得跟他講說打開的時候一定要啟用內容 將來的話,他只要按一下按鈕,資料就做更新 那誰有權限做這個資料的更新呢 主要當然就是你啦,因為這個來源的話其實是你傳上去的 再不然的話就我剛剛講的 你共用的地方你可以與他人共用 也就是把那個有權限的人加進來 然後可以讓他成為編輯者 那如果是有編輯權限的人,他就可以去修改裡面的內容了 那這樣的話,其實我覺得用起來方便的程度 甚至我覺得比那個資料庫還方便很多 因為資料庫,假如說你多人共用的話 你還需要一台主機去存放那個資料庫 除非說用SS,不過SS還是要有網方的情況下 而且他那個權限設定還蠻複雜的 如果說你要用像買Sequel,那更麻煩 方設定等等的相關動作,那真的是非常複雜 所以比起用這個方式來做多人資料的共用跟同步 其實這個方法我覺得各位不妨可以參考一下 那他當然發布到網路,其實我覺得已經夠好用了 那他除了可以用CSV之外,他甚至可以是網頁 可以是其他格式,不過看起來好像 以這個CSV的功能,其實是最方便的 OK 那另外呢 如果說有同意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讓那個使用者每次都按一下 因為按一下他可能有的時候忘記按了 那這樣的話他資料會是chill的,那怎麼辦呢 其實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呢,如果你希望呢 當這個檔案,他只要是Excel檔案只要打開的時候 順便去更新資料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其實你可以做個動作 就是你可以把那個程式 只要寫在哪裡呢? 你記得喔,不是寫在模組喔 如果你希望當這個工作簿 就是這個Excel呢,打開的時候呢 同時去更新最新的資料的話 那記得你可以把那個程式寫在那個什麼呢? 這叫List Workbook 各位可以看到 在VBA裡面有一個物件 叫List Workbook 指的是什麼? 這一個工作簿 OK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工作簿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呢 記得喔,這邊有一個一般 你可以點這個工作簿 不過只是目前這個Excel檔 然後呢,他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一個程序喔,就是一個事件 一個Event 就是當他被打開 所以其實就是 當這個Excel被打開的時候呢 那你要做什麼事? 所以特別是說,你就把程式寫在下面 喔,你打開的時候 那你就幫我執行這一段程式碼 哪一段程式碼呢? 就是更新資料 所以其實喔,你只要在這邊呢 把這個名稱喔 寫在List Workbook裡面的 Wordbook Open的時候呢 那我只要Call 更新資料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關閉起來 那存檔有沒有 關閉之後的話 那下一次呢,根本不用按啦 不過你還是可以做按鈕啦 如果他假設更新的時間 更新的這個頻率比較高的話 那你還跟他講說 你隨時都更新喔 那如果說你希望他強迫他開 開啟檔案的時候一定要更新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把它關閉 那記得喔,我們來試一下 理論上當然 如果...甚至你可以做一個... 做個練習啦 就我剛剛講的 就是你可以把資料 再刪掉或增加 比如說我刪除 就刪除10筆 但是他有一個... 剛剛有遇到的問題說 他不會馬上... 一下子如果你刪掉 他不會馬上... 即便你現在去更新 他好像有一個秒差 但至於秒差多久喔 這個可能會因為不同檔案 或者不同時間 會有點差異 那以前的話是蠻誇張的 可能會... 記得好像15分鐘都還沒更新 那現在的話好像比較少 現在大概就是... 一兩分鐘大概就更新完畢了 OK 所以我如果... 假設我把它刪掉一些東西 然後呢 再來我就是去開啟 剛剛的這個檔案 開的時候呢 當然喔 打開的時候呢 你要跟使用者說 如果他出現啟用內容的話 一定要... 先點... 點擊那個啟用內容 如果沒有點擊啟用內容的話 那他就不會去run 那個程式 看一下 更新 所以Ctrl向下看一下 對沒錯 現在他更新速度太快了 根本完全沒有感覺 他就已經更新了 OK 所以... 再重新開一下 所以他等於是一開的時候 同時呢 他也去網路上抓 馬上就已經更新了 怎麼又是舊的 所以他有時候更新 因為他主機 有時候他同步的問題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這個地方呢 可以再到... 如果你希望 當他打開的時候 同步也更新資料的話 可以在... 這個什麼呢 List Workbook裡面 當然同樣的啦 以後 不一定只是 更新資料 當然你 如果希望說 使用者 做什麼事情 一打開一次 他就去執行 某一支VBA程式的話 同樣你也可以 先把它寫在模組裡面 然後呢 將來只要把它寫在... 記得 List Workbook 然後開啟上面的 Workbook Open的事件 OK 他就會去幫你做這個動作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